OK 用了一陣子之後 用了一陣子之後這個望遠鏡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光學品質 OK 用了一陣子之後這個望遠鏡的光學品質 我覺得不是很OK 它的子邊線這樣也還蠻嚴重的 用了一陣子之後我覺得這個光學品質 我覺得不是很OK 用了一陣子之後我覺得它的光學品質不是很OK 就它竟然跟那個Coleman差不多 就不知道那個Coleman是什麼神奇的牌子 但你Coleman的光學品質 竟然跟那個差不多 用了一陣子之後我覺得 它的光學品質不是很OK 就它的子邊線像還蠻嚴重的 而且就是那個對比稍微強一點 你每一個東西的邊緣 你竟然有對到焦的邊緣旁邊的東西 就是沒有距離差很遠的東西 都有子邊線像 而且看起來還蠻討厭的 那雖然它的變形矯正沒有那麼誇張 就是你放大跟縮小 變形沒有變太多 但是它的顏色變得非常非常多 你從8倍放到24倍 那個顏色整個是從一個藍色色調 轉換成一個超暖的色調 它的色溫改變超大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就像這樣在一起 有一個正式的地方 就像這樣說 對比稍微的一陣子 就像這樣說 有一個全面的的人 就像這樣說 就像這樣說 一陣子一樣 所以有一個正式的地方 也就是這樣說 那邊緣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它整,反正这个 反正这个,目前我的心得就是,它有点像是一个塑胶玩具的感觉 反正目前这个望远镜,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塑胶玩具的感觉 不知道是怎么样